168 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减肥一直都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 为了刷造出令人羡慕的身材 减肥的朋友都会尝试不同的减肥方法 包括各种减肥运动 减肥瘦身配套 减肥餐 千奇百怪的减肥偏方 甚至是一些危险的减肥药 让许多减肥朋友趋之落伍 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按下订阅 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星期都会有精彩的芯片上架 这样你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 在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认识间歇性断食 什么是间歇性断食呢 怎样通过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呢 如果你也一直想减肥 或许这个减肥方法适合你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什么是间歇性断食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饮食观念就是三餐不可少 一日三餐的文化根深蒂固 一旦少吃一餐 身体好像真的会垮掉 肌肉会萎缩 神经还会错乱 其实不然 相反的 间歇性断食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间歇性断食英文称为 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每天设定一个时段 不吃任何东西 限制热量的摄取 加速体质的燃烧 以及提升基础代谢转换 因为我们的肝脏 肌肉和脂肪组织中 存了大量的糖原和能量储备 当身体因断食而长时间无法获得食物时 身体就会启动能量的储备系统 将这些能量储备快速转换 分解和使用 通过这个方法来燃烧脂肪 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 研究认为 间歇性断食也是一种有效对抗疾病的方法 美国马里兰州著名的霍普金斯 生物研究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 马克·马特森 有超过25年针对间歇性断食的研究和亲身实践 马克·马特森提到 我们人类的身体已经进化到有能力 适应断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近几年来 间歇性断食也获得广泛的关注和科学界的认可 营养学家指出 现代人长期无节制的饮食习惯 加上从早到晚吃不停的零食和甜品 是导致各种疾病的主因 如肥胖、恶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炎症等等 所以想要通过间歇性断食来达到减肥和挽回健康 你就一定要认识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在众多的间歇性断食减肥法模式中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广受大家认可 Jennifer Aniston 杨成林、胡佩晨、昆林都是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的拥顿和实践者 世界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对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既报导及好评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将一天24小时分为16个小时断食和8小时的进食 依个人的生活作息设定适合自己的断食时段 打个比方 早上10点至下午6点的8个小时内吃东西 其余16个小时 包括晚上睡觉的时段完全不吃任何东西 只喝无糖零卡路里热量的茶 黑咖啡或水 又或者 你大清早起身 5点开始进食至下午1点 1点钟过后也完全不吃任何东西 就像寺庙里的僧人一样过午不时 其实 世界各地的宗教也有实践间歇性断食的习俗 除了佛教的过午不时 伊斯兰教的斋戒业Ramatan 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 都有各自的定期进食戒律 通过进食戒律的训练 可以控制和降低人的贪慕 好的 继续我们的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对于想要尝试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的朋友 刚开始可以先从每星期一至二天开始做起 千万别为了要快速瘦下来 而超之过急 当你已经适应了这个模式 才增加至一星期七天的168间歇性断食 在断食期间如果可以配合有效的减肥运动 你可以收看我们之前的减肥运动影片 10种宜家瘦肚子的减肥运动 5种有效瘦肚子的减肥运动 以及减肥有氧运动 肯定可以帮助你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的优点和好处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容易上手 入门的门槛低 既安全且时间非常伸缩性 可以依照个人的生活作息来设定和调整断食 对于那些想要执行断食减肥的上班族 调整一下用餐时间就能实现断食减肥 只要正确和持续性地执行 间接性断食减肥法 它不只帮助你加快身体燃烧脂肪 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它还有以下的好处 包括改善肠胃系统功能 消除素变加速新陈代谢 降低胆固醇 降血压 降血脂 预防心血管疾病 提升胰岛素敏感度 更有效地控制谢糖 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增强身体免疫力 预防伤风感冒和传染病 排除细胞毒素 抗菌消炎 从而消除炎症 治疮 结石 肿快 修复和活化细胞 让细胞重生 帮助美颜复呼 聚黑斑粉刺 延缓细胞老化过程 对抗衰老相关疾病 延年欲寿 强化大脑神经系统功能 增强思考 记忆和注意力 改善睡眠数字 消除黑眼圈 眼睛更加明亮 提升抗压度 松懈神经 帮助你降低依赖 烟酒的欲望 在某程度上 也能降低患上癌症 抑制癌症发生的几率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有缺点吗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虽然容易上手 大部分的人却因为耐不住饥饿半途而废 轻易地放弃 执行168断食减肥法的人 初期也会容易爆炒 动怒 注意力不集中 还有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一旦到了进食的8小时黄金时段 不受控制 暴富性摄入过多卡路里和热量 远远超过断食所消耗的体质热量 反而加速了肥胖 这些都是导致断食减肥计划失败的原因 就如马克·马特森教授所说 执行间歇性断食 你要应对的是适应问题 一旦你习惯了这个饮食新常态 你就容易达到减肥的目标 哪些人不适合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呢 孕妇、哺乳期妈妈、发育期的青少年 营养不良和体力劳动者 都不鼓励尝试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方法 如果患有肠胃疾病、痛风患者或正在服药的人 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和专业的营养师 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风险 才决定是否要开始执行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 168间歇性断食减肥法虽然简单、容易上手 但还是要切记 在每一次8小时进食黄金时段 避免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高温油炸、高热量食物、零食甜品 应该多摄取圆形的食物、多喝水、持续性的运动 配合充足的睡眠才能提升身体的健康素质 和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你对断食减肥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对今天的影片有意见吗? 马上在影片下方留言交流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宝贵意见或许可以帮助其他的朋友 离开之前记得要按订阅、点赞和打开小铃铛哦 有了您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跟你瞄一下生活里的大小事 拜拜